現在運通 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而且今天上來 我節目上幾乎準備不要分析下去了 你說老師 什麼叫不要分析下去了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到底各位還要我講些什麼啊 當初我跟各位講亞航的時候 那麼亞航進場的時候 雷虎還沒有全部賣出啊 那麼在22塊附近開始跟各位 拜託各位趕快 這個亞航呢就是第二個雷虎 當時的雷虎你來看一下 那麼已經到60幾塊錢 我說雷虎還在漲 亞航已經要補上去了 當初跟各位講雷 亞航的時候才20幾塊錢啊 現在上來了已經是兩倍半的一個成績單 甚至已經漲了兩倍 順便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各位看到沒有來 同樣的 而且第二次呢 我們把雷虎賣掉的時候 賣掉是在這一天 4月19號的時候 各位啊 後來繼續跟各位報告亞航 繼續買亞航繼續漲 後來又買回來雷虎 而我在講雷虎的時候 雷虎才20幾塊錢啊 我在講雷虎的時候 雷虎才20幾塊錢啊 11月8號啊 那時候還穿著西裝啊 我今天上來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要跟各位講說 哎呀軍工股還是很好啊 後面還有9月14號的一個 軍工大展還有利多那麼各位來買 我好像前兩天就講過這個話了 我好像跟各位講說 無人機後面還有利多 甚至準備要外銷 甚至未來在國慶日的時候 注意喔 今天已經有相關的話語 由雷虎講出來喔 到了國慶日的時候 雷虎甚至這些軟體 我們要自動在天上排置 不要像去年一樣 用中國大陸的丟臉的傢伙啊 這些好像我都跟各位講過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今天來反而要問各位 一件事啊 不是只有你啊 為什麼今天一開始要講這個話 昨天有多少我YT的留言 寫說 老師啊軍工股漲很多了 老師啊軍工股不會漲了 老師啊 雅航我不敢追 我說雷虎你不敢追 我勉強聽得下去 雅航我不敢追 從20塊錢多看到現在 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你要加入我們了吧 我只想講這句話了啦 尤其是我昨天晚上剛好前面幾個禮拜都有事情 昨天晚上我在回到突擊頻道直播的時候 我問各位一句話了 看到雅航看到雷虎這些都是你們在節目上 不管我是一個禮拜上一次節目 或者兩個禮拜上一次非凡股市現場 一個禮拜上一次突擊的直播 那麼你錯過了多大機會 尤其是這個節目是每天每天每天跟你講雅航 每天每天每天跟你講雷虎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你到底錯過了多大的機會 甚至我是不是應該繼續幫你加油你才有機會呢 我今天來我都真的不想跟各位再多談 軍工概念股有多好 本來想再寫說軍工概念股有多好 觀光股還在創新高 本來想再跟你寫這個觀光股還在創新高 本來想跟你寫說 我就是喜歡做這些新興產業政策產業 你難道不覺得說 其實我並不是真的喜歡穿軍裝在上面 而是我故意要跟各位講說 雅航跟雷虎你看到軍裝 你就趕快把握住你人生中最大的機會了 我做一個老師也是希望電視機前面的你 能夠賺大錢發大財不就是這樣子嗎 我也跟著一起主上有光啊 可是你怎麼會有這麼多朋友到現在為止 還在懷疑還在想呢 我真的不好意思講說 你只要做到雅航 做到雷虎 做到沖泰 做到頂天 你AI不做也沒關係了 你觀光不做也沒關係耶 這是政策概念股 這是今年最大的趨勢 這是所謂的雷根政策 就是中美對抗政策好了啦 我已經解釋那麼久了 所以我今天來我只要跟你證明這個就好了 證明什麼 證明說我真的有這個眼光可以看到 政策概念股有的時候一差差很多 我現在只想跟各位說啦 人生當中啊 機會不會沒有 要看你怎麼去把握啦 就這一檔股票啦 就這一檔股票啦 我先講一下啊 在中國對這個政策很好的時候呢 股價漲到這裡啊 是現在的三倍 我就直接告訴你 所以你可以漲200% 如果以現在的價錢算的話 以這個價格算到這裡還有200% 那在中國後來開始打壓的時候呢 全部的人都跑回來台灣 基本上來講的話回到這裡 那現在呢又開放了 開放的情況之下呢 各位注意喔 領先的股票啊 已經比他先漲了30%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做股票我必須要守法 我只能跟你講可能也許啊 也許各位看一下啊 當初我在寫亞航的時候 我說亞航跟雷虎這家公司 我把它做股本的比較 EPS的比較 把它做技術的比較 比較完了之後我說 亞航當時22塊錢 雷虎66塊錢 雷虎是亞航的三倍 閉著眼睛就有機會 三倍 那我在電視上不能給你寫 短線多少長線多少 我只說各位 假如你看到亞航看到雷虎 那這一檔股票 有沒有可能短線上面有 接近這個數字30% 而中線上面呢 就像亞航感雷虎一樣 追上三倍咧 我只是跟各位講一句話了 我想考驗一下大家的決心 什麼事情都不用講太多 你如果有勇氣撥通專線 我們就來討論這張股票 我不能說送給你 電視上這個是違法的 我們來討論看看 你覺得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當初你如果打個電話進來 討論一下說 老師 老師為什麼看好亞航 老師為什麼覺得亞航會看好 亞航會跟雷虎比價 這個時候已經不是跟你談雷虎了 如果今天我是跟你談雷虎 雷虎長上去的時候 好厲害 黃老師好厲害 對 你只能講好厲害 現在前面的雷虎已經漲給你看了 整個財務報表也跟你比較下來了 就像說假設我爸爸把財產給我 那我跟我弟弟要均分啊 這合不合理啊 不就是應該這個樣子嗎 結果雷虎66塊 亞航33塊 現在同樣的情節 又發生在這檔股票身上 發生在這檔股票身上 我今天只問各位一件事了 我想看看說這個節目 到底你有沒有在看啊 不要老師去我的YT上面給我留言 留言些什麼 哎呦 老師我就沒有跟上去了 我是哪裡長得比人家醜啊 是怎樣 人帥真好 你就買他的股票 我人長得比較醜 所以你就不買嗎 人帥真好 是嗎 各位啊 哇 我那天看好多帥哥 年輕人了 都給我講 哎呀 看到沒有 蘋果的這個發表會來了 我說蘋果發表會來了 你還在講蘋果 蘋果早就熟了 從紅 從青蘋果 大家懷疑變成紅蘋果 紅蘋果變成什麼 我不好意思講說 是叫做爛蘋果啦 各位看一下好嗎 你什麼時候看到大力光 回到當初的高點去啦 你什麼時候看到玉金光啦 這種成熟產業 你根本就不要再去碰它了好嗎 這個矽晶圓沒有什麼太大的困難度啊 各位看到沒有啊 至聖唯一之道 我要寫這個才對 唯一之道 唯一的至聖之道就對了 至聖唯一至聖之道 找到新興啊跟成熟的產業 那個成熟產業每個人都會啊 成熟產業每個人都會啊 成熟產業每個人都會啊 叫孫三是不是啊 這叫成熟衰退產業啊 這叫成熟衰退產業啊 整天講元宇宙 結果呢連臉書也不做了 這叫成熟衰退產業啊 知道嗎 那成熟產業聽起來比較有EPS啊 沒有錯啊 而問題來了 今天我再回到這句話 如果沒有新興跟成長的因素 加進去的話 台積電這次會漲嗎 你看一下好不好 環球晶有漲嗎 你看一下好不好 台聖科有漲嗎 今天如果沒有AI給它加持的時候 台積電不會漲 那麼所以各位看到台聖科 他們其實跟台積電很相關的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新興成長 你要想這兩個因素 有什麼AI有新興成長嘛 對不對 那所以有AI的電子股會漲 沒AI的電子股不會漲嘛 觀光 對 觀光跟我剛才講的一樣 也算是新興 因為它本來很好 然後打落下去之後 然後又上去 因為當時是疫情的關係 這還是有機會嘛 而且現在還要去談判 兩邊的人可以疏通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軍工產業 軍工產業是真正的新興產業嘛 現在你終於相信所有的人都在講 那個準備要進去航太軍工展 這我第二階段再來談 好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啊 股票市場裡面第二年下來 政府要怎麼扶植這個經濟 全部把新興產業抓出來 今天就算我蔡英文總統 我已經準備要卸任了 我也要很漂亮的卸任 觀光沒關係 其實我們跟中國大陸 其實大家都知道綠營跟中國大陸的 沒有什麼友善的 要付中國觀光 我也給你討論啊 給你機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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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常常講一句話 你覺得瞭解鳳凰旅行社比較困難 還是瞭解台積電 占有多少比例的AI比較困難 當然是瞭解台積電占有多少比例的AI 台積電今天我看很多老師講的 講的口不橫飛啊 這檔股票有關台積電的AI 我看也是全世界今天才知道啊 只是有人先知道而已啊 所以我有的時候覺得最近的台積電 我們這裡講我們這裡不算了 最近的台積電 最近的台積電 以前張忠謀講話的時候 大概是全世界人一起知道 最近的台積電 好像台積電自己會先知道 我只能這樣告訴你 對還是不對啊 反正他不講 其實全世界也都不知道 誰知道你那個高階製程 哇 如果我知道他那個高階製程 像你的老師那麼厲害 都每天都去追掌聽 然後都知道那個高階製程 那個照報紙唸的好不好 他會做的話他就不會來做分析師 他就去做工程師了嘛 但是這個事情是分析師看了就懂了 我們本來是第二十三名 那我們一定要超過烏克蘭對不對 那是不是美國一定要給我們很多的軍力 很多的技術 雷虎你不會是不是 我給你一道指令派你去以色列 我想到雷虎以前啊 雷虎的哥哥在做什麼 在做nice 蓬蓬香玉魯的 他們母公司做什麼做愛滋味的啊 大哥在做什麼 大哥在做食品的啊 小弟沒事做跑去玩無人飛機 玩一碗怎麼突然之間 衝 國防部也來找他 美國也來找他 還派他去以色列 學習最厲害的鐵窮防彈系統 就是要想罵把他拉上去嘛 所以今天各位看到沒有 那個不管是五四七四的崇害啦 還有等一下我會講說 還有第二檔你上的這種所謂的 高速縮時攝影 那雷虎告訴你我有秘密武器了 來我們就講快一點 月線打底完成 我今天還等一下再講雷虎來不及了 月線打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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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成長事產業 新興成長事產業 這樣會背了吧 你還要幹嘛呢 你現在只需要這個啊 因為你就算你做了這個 哎呦奇怪 這個也是打底 為什麼不會長 可是人家黃靖哲老師講的 打底就是會長 可是人家黃靖哲老師講的 打底就會長 因為為什麼 因為黃老師是高手啊 因為黃老師講話 經過各種考察 鏗鏘有力啊 對不對 然後我們搭 阿兵哥需要GPS定位以後 還什麼 雷虎飛上去需要什麼 全市場也沒有人知道 我講亞航沒人知道 我講這個股票沒人知道 所以你說我是不是專家 我隨便你啦 我不曉得啦 我覺得當專家不如當贏家好嗎 我不曉得我是不是專家啦 但是有跟上我買到亞航的 有跟到我買到雷虎的 我這些會員朋友 我這些會員朋友 我這一張只能證明我是專家 但是這一張證明他們都是贏家 我們還要推第二檔 我們還要再買 不走就是不走 我不走就是不走 守候在高價值地區 我今天還是這麼這句話跟大家講 沒關係 今天如果各位願意看我們的節目 然後欣賞我們的雷虎 欣賞我們的亞航 250% 240% 我雷虎是用35塊算喔 我不是用第一次買到20塊跟你算喔 我是用普通會員 大家都買到了這個價格算 亞航也是 用普通會員的方法算進去 我不相信有老師敢向我這個魄力 每個人都講我是總統會員啦 我是總統會員我是那個首相會員外星會員 我直接講用普通價格普通會員的價格 第一次進場價格跟你算 這一檔股票願意的話你等一下 我們是限額我說過限額限時 15分鐘之內 那麼一定的名額經理知道了 如果你想要問你就打電話進來問 就是我跟各位講的這一檔 那麼同樣的有這個機會 隨著中國大陸的政策的改變 台灣政策的改變跟觀光股一樣對不對 那麼漲到這裡是兩倍 我們是做假設現在都假設 電視上只可以講假設 如果說老師會不會將來通通沒漲 我要講說有可能 我不能講說不可能知道沒有 聽得懂我的話吧 手法一定要講有可能 短線上面跟前面的股票相差三成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趕快撥通專線 願意的話請你撥通專線 掌鈴掌鈴再掌鈴 未來等著您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並大投顧 王指揮官 陸海空周吉林 雷虎 寶一 金剛等 軍工產業出身段您沒跟上 軍工主身段您千萬千萬不能再錯過 亞航 千富吉利 漢翔已經重出 下一檔標股等您一起共享財富 共享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新興產業投資自負 全民國防掌握軍工 跟我來 台灣軍工產業正起飛 軍工投資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RSI九大要領 急迫指標盲點 太弱换強 讓您改變散戶的命運 運達投顧 02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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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我不希望自己只是個受害者家屬 我想替自己說些話 但我不想再看到他 覺得孤單的時候 我一直對自己說要勇敢 我知道 現在我可以安心地為自己站出來 那麼還是跟各位講一下散戶至聖之道 找到新興的成長的 新興的話代表什麼 大家對他市場上面還不熟 那麼成長當然是未來他很有機會繼續的往上 就像什麼 就像當初蘋果剛剛進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不用我用那個按鍵手機就好了 我不用那個滑動的手機 可是我跟各位講說當時我跑到這個電腦展 應該是2000年的時候 2000年3月20號的時候那個時候 跑去電腦展 我就看看… 不對喔 各位 那你如果這個時候不用那個手機的話 你沒辦法滑憤怒鳥 所以那個新興產業就整個一路帶上去 後來從這裡又找到這個陳鴻 然後iPhone3很容易摔壞 宏達電很容易摔壞 我又找到可成 因為是做機殼的嘛 這叫新興嘛 那是不是會成長會成長 完不完美不完美 不完美所以沒有什麼EPS啊 所以當時各位去看什麼陳鴻那是沒有EPS的 當時各位去看郁金光他是賠4塊錢 當時的郁金光賠4塊錢 就像什麼不久之前各位看到這個所謂的四季鋼他還在賠錢 後來賺了5塊一樣的道理 成熟產業才有EPS啊 但是新興產業是沒有的啊 新興產業因為他還在幹嘛 他還在研發啊 哎呦 我以前小工廠你叫我跑到以色列去跟人家談話 我西裝你要換一下對不對 不就雷虎嗎 這新興成長 所以你要離開成熟產業啊 而且新興產業它一旦動起來的時候呢 你不要去懷疑啊 你不要去懷疑啊 第一個是打完大底 第二個連續掌鈴之後 各位啊下一檔之後還會再接著下一檔啊 你不要等他明天打開的時候 註明我還寫個2喔 那都還有機會喔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到目前為止 軍工他還在不斷的往前推嘛 對不對 這就是各位你必須要想辦法跟上來的 而且呢 新興產業當然不可能只有軍工 像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 哎呦 這個又是全新的產業了 那守護在哪裡 守護在這個新興產業的地方啊 哎我真的高價值區 只要還沒到目標都不走耶 各位親愛的朋友啊 我今天假如啊 是要跟你講說啊那個 嗯 我今天假如是要跟你講那個 六十幾塊跑去哪裡 咻 找一下 沒關係 我如果要跟你講說二十幾塊錢的雷虎的話 那我老黃喔 不叫做厲害 我老黃也不叫做真的是勇敢 好不好 我現在要跟各位講的是 各位等一下可以看到到 那麼 來 我要跟各位找到這個啊 六十四塊錢的 六十四塊喔 8044的雷虎 8044的雷虎 第二次拉回來到六十四塊的時候 我又再次進場看到沒有 各位看到沒有 六十九塊在這裡看到沒有 然後後來到七十一塊錢 我都還在啊 這都公開的啊 各位看到沒有 來七十三塊半 七十三塊半 七十一塊多啊 剛剛六十四塊那張在哪裡 沒關係等一下找給你看 這就是真人實事讓各位看清楚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啊 那最早期的各位看到沒有 全部的人買到 因為他第二天就限制交易 全部人買到在三十五塊的附近啊 我都敢跟各位看啊 你有沒有想過 我就是守護在這個高價值的地區 都沒有走 這才是各位你這次要看我裡面 最明顯的一個狀況 而且不但找到高價值地區 還可以找到下一檔股票的位置啊 這才是各位你今天要欣賞我的地方在這裡啦 哎呦 各位看一下來 這裡收盤價格多少 這時候已經從多少 二十五塊買過一次 三十五塊買過一次 三十八塊 五十八塊買過一次 上來之後 上來之後賣掉之後 賣掉賣在八十三塊錢 回到多少 各位看一下 當天買到的價格是在六十四塊的附近 結果呢 雷虎現在多少錢 就連這一趟還是繼續賺錢中欸 而且雷虎還要跟你講說我將來要放利多欸 我還順便跟你講說 你看到嗎 雷虎已經衝上去了 六十六塊了 雅航多少 還有二十塊錢 我不要跟你講二十塊錢 我現在要到過頭來講 來 最近進的價格 三十五塊左右啊 然後各位看到沒有 四十塊你就看到了 就還在恭喜欸 四十三塊還在恭喜欸 我不要跟你講二十塊欸 我是想說三十五塊 從二十塊漲到三十五塊 從二十塊漲到三十五塊 二十塊漲到三十五塊 這裡再進場你有沒有勇氣啊 有沒有啊 結果還跳空漲停欸 看到沒有啊 看到沒有啊 我實話實說跟你講 我們有一些會員朋友 今天還在進場啊 電話會員朋友今天還在進場啊 最早期在這裡啊 有沒有想過啊 別說你了我告訴你一件事 如果郭台銘先生有 有那個什麼時間看我的節目 他看到這個他都想買 二十幾塊漲到五十幾塊誰不想買 兩億變五億啊 他是跟我們不一樣啊 這個張數又多啊 他是兩億變五億啊 你是兩百萬變五百萬啊 為什麼你到現在還在看 你知道現在還在看 人家都在佈局欸 人家佈陣欸 人家雷虎已經跟你說 今年國慶 沒有講今年國慶了 他講說 我已經可以用軟體 控制無人機排行飛行了 就跟我們以前在看 無人機車隊排字是一樣的道理 當時我們這個蘇貞昌院長 跑去看那個 哇排字排得好漂亮 還可以排個嘉義 還可以排個故宮的樣子 排個青花池翠玉白菜 好漂亮 結果搞了半天 中國大陸幹的好事 他如果排到那麼精準啊 為什麼要排到那麼精準 我都不好意思講說 今天假設他非但要打黃靜哲 不會打到導播啊 不會打到我旁邊的攝影師啊 所以要做到那麼精準 各位看到沒有啊 接下來人家他已經講了 來自己看了 你看到沒有 雷虎 自己寫的 這是自己講的不錯 雷虎在這裡 沒錯 秘密武器看到沒有 端出秘密武器這裡 我要把你放大一點 OK 這就是各位你要看的 我沒有時間談這個了 沒有時間談這個了 明天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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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初是怎麼發現這件事情呢 2017年11月 那時候我已經在講大牙了 那時候我已經在講賴清德總 不是總統 那是賴清德院長 OK 然後今天最後 來 還是這句話啦 趕快 剛才那個在哪裡 來 那張圖表呢 我再問大家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了 當初我把這裡遮起來 我說你打個電話來問一下 這隻賴清德叫什麼名字 其實很容易知道的 隔天我就講雅航 因為隔天就掌靈了 當初我給你遮起來 我說那時候是只有遮這裡 我說雷虎第二 我就這樣跟你講 那這個時候很多人猜出來 什麼捷克太空中心合作 我還跟你講捷克的議長 叫做波娃的 還跑來跟我們合作了 那每個人都猜出來 網路上一堆人猜出來 結果呢 網路上這麼多朋友猜出來 你到底有去買嗎 好 沒關係啦 你要猜也可以啊 再給你猜第二次嘛 人生當中不會天天有這種機會好不好 來看一下這個基本面 他是4.41他11.61 他是他2.36倍 問題是他的股價是他多少 他股價是多了 五六倍啊 所以你把它除以2.36倍的話 還有三成耶 那領先的這檔股票 這兩個月已經漲了五成了 應該算這個月喔 這個月月中開始漲了 連續漲停板 那現在呢 哎呦 因為他股本比較小是長在前面嘛 股本比較大的長在後面嘛 就像三富長在前面 鳳凰長在後面一樣嘛 他是最近利多 他是他8月份才利多啊 他8月份才利多啊 那回到當初的起漲點的話 是兩倍啊 所以我只能說可能也許或許不會 我們這樣講就完全合法了 這一檔我們說過 有勇氣我們一起來分享 我們可以打來討論對不對 我們來討論嘛 那這個時候通通被打壓嘛 如果將來你聽完之後你認同 也許將來 將來你就跟上面搞不好我就寫 某某股票250%那個時候就有你了 某某股票240%就有你了 如果你說我就沒有 沒有的話你就變亞航第二嘛 亞航 黃老師你再賺我們都沒有賺 還有人寫一句話說 你就抱一支來給我賺 那我的助理就說 我們老師天天都在講亞航 我覺得你賞戶朋友 你也太挑剔了吧 你就抱一支給我賺 每天跟你講亞航難道還沒有抱一支 抱兩支 加上沖泰加上頂天四支 加上5706鳳凰五支 來歡迎各位 今天很簡單 我們等一下五分鐘之內 撥通電話就好 我們不想影響後面的節目 公司後面還有其他老師必須要做 所以你撥通的話 我想五分鐘之內 我們就把這個案子截掉 因為它籌碼上面 我們也必須要控制 希望各位能夠趕快的了解這支 未來很有機會成長的 新興成長性產業的股票 掌停掌停再掌停 我們等您電話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黃靖哲老師聲明書 近來網路詐騙猖獗 利用黃靖哲銷向發送LINE訊息 提供不時的股票分析意見或推薦建議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請撥打 運達投顧公司電話 0227